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巴西最南端地区 南里奥格兰德州 因为连续两个星期下暴雨 而遭遇8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目前这场水灾 已经造成143人死亡 125人失踪 超过60万人流离失所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场水灾的深度 几乎到车窗的位置 多个城市也录得150年来最高水位 原来随着北部还有中部地区 持续降雨 预料灾情将会持续恶化 有关当局也将紧急预算 增加到23亿美元 以进行救灾复原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 连续两个星期遭遇暴雨袭击 引发洪灾 从高空俯瞰 当地已经变成水乡泽国 所有建筑物都浸泡在水中 就连道路也被淹没在黄泥水下 来不及移到高处的轿车 也惨遭洪水吞噬 只露出半截车身 让当地居民损失惨重 这场洪灾不仅造成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不少宠物也受困在洪水中 断水断粮好几天 只能等待人们的救援 有狗狗为了避免被洪水淹没 只能用前肢 将身体挂在墙上的挂室 等待救援 而救援人员 几经辛苦将狗狗救出后 也忍不住欢呼 甚至喜极而起 随着救援行动陆续展开 目前已经有上百只动物获救 尽管动物救援团队 在短时间内 紧急打造了动物收容所 但还是不足以容纳 所有被救出的动物 他们在担心地 属于不足以为 我们的担心地 我们在担心地 我们在担心地 担心地 或许多 现在我们需要 能力的免费 成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